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也就是2月5日 香港的星岛日报 它曝光了一份 据称是从中国大陆流出来的 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的名单 同时星岛日报还宣称 中共将于2月上旬再次召开中央全会 也就是三中全会 他就要向3月5日召开的人大和政协 两会推荐国家机构的领导人名单 一般来说 港媒这些爆料的东西 是有真有假的 我们要认真的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 就是星岛日报 它声称中共将于2月上旬再次召开中央全会 也就是说三中全会将于2月上旬召开 那么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呢 这里做一个分析 大家知道中共的上一次中央全会 也就是二中全会 它是在1月18日到19日召开的 如果这一次2月上旬 它紧接着又要开一次三中全会的话 那就是在间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接连开了两次中央全会 这可能吗 自从江泽民时代 就中共定下了一个规矩 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 而且呢 这个中央全会啊 一般都是在年末的10月或者11月召开 这样一来呢 每一届中央委员他任期是5年 加上投后委 那么他们一共啊就要召开6次中央全会 以第18届中共中央委员为例 他们的任期是从2012年11月到2017年10月 任期5年 在任期内呢 他们一共要召开7次中央全会 除了二中全会之外 其他六次中央全会都是每隔一年开一次会 只有二中全会啊 它是非常不同的一次会议 因为他要在3月5号的两会之前 确定这一届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人事班子 所以呢 在两会之前啊 就增加了召开这么一次二中全会 因此说啊 按照惯例的话嘛 那么中共中央啊 它都是每年召开一次全会的 不会在一年之内召开两次中央全会 更不会在一年之内召开三次中央全会 这样看来呢 新岛日报它声称中共将于2月上旬召开三中全会 这个消息啊 它是假新闻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中共就要在一年之内召开三次中央全会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新岛日报它就是假新闻 因为过去的惯例 它也是可以被打破的嘛 这一次王岐山就是打破惯例 出任国家副主席 他也说明今后中共啊 不一定非要按照过去那个老规矩办事 那么如果是这一次他要打破多年的过去那个老规矩 在二中全会之后不到一个月就紧接着召开三中全会 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说到目的啊 我们就不得不提 王岐山这次破例出任国家副主席的事 如果是按照新岛日报说的那样 是在二月上旬召开三中全会的话 他这个全会的目的啊 就是讨论向人大和政协这两会推荐 国家机关领导人的这个名单 那么就是让这个两会的那些项目图章代表啊 在这上面来进行举手表决 那么这一次 就是将要召开的三中全会 他讨论国家机构的领导人的人事布局 那会不会讨论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的问题呢 那肯定不会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再讨论这个问题啊 时间上就已经来不及了嘛 你要当国家副主席 必须啊 首先你要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这个在手续上就要花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啊 这个手续你是没有办法来省略的嘛 所以说王岐山如果他要破例当国家副主席 他又啊必须经得这个中央全会的同意 因为国家副主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选 你至少在形式上 你要得到中央全会的同意 你才可以嘛 这样一来呢 就出现一个必要的条件 就是讨论王岐山是否当国家副主席的中央全会 必须在这个三月五日两会召开前的一个多月 来召开 就是给王岐山啊留下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是来让他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个手续的时间呢 必须要给他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行 所以说呢这次会啊必须在一月份召开 如果你在二月份再召开这个中央全会讨论王岐山是不是当 国家副主席的事情肯定在时间上就已经是来不及了 因此说啊 如果中共真的是在二月这个上旬来召开三中全会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反过来推测 那上一次一月份召开的中共二中全会啊表面上他为的是修改宪法 实际上更重要的就是为了决定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这件事情 现在呢王岐山当国家副主席这件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那么这一次二月份再召开一次中共的三中全会呢 那他就是只是讨论一些其他相对不重要的人事安排 不会再讨论王岐山是不是担任国家副主席这件事情 总而言之 星岛日报说二月上旬啊再次召开中共三中全会的可能性啊 那是比较小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假新闻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一次向两会这个推荐的国家机构的领导人名单啊 应该在上一次的二中全会上就已经讨论决定了 所以说呢就没有必要再破例召开一次三中全会了 因为你要破例召开三中全会的话 就要打破过去多少年的老规矩 这样呢就会让人感到好像出了什么大事 所以呢并不会产生什么好的效果 而且也没有特别的必要嘛 下面我们就再分析一下 这次星岛日报曝光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名单 看看他是真是假 我们先看一下这次星岛日报曝光的 中共高层人事布局的具体方案 我们先看七个级别最高的正国级的职务 他们分别是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还有新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据星岛日报提供的人事方案 这七个级别最高的正国级职务分别是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 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新设立的这个正国级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呢 是由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来兼任 在这七个正国级的职务当中除了王岐山之外 其他六个人都是现任的政治局常委 也因为这个原因曾经有传言说 就是王沪宁他要担任国家副主席 因为王沪宁是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嘛 如果王沪宁他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话 那么这个七个级别最高的正国级的职务啊 就是由现在的七个政治局常委来担任 这样的比较符合规矩 而王岐山这个退休的政治局常委担任国家副主席啊 就显得不太符合规矩了 不过现在看来呢 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这件事情啊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 所以说星岛日报提供的这个人事方案当中 这七个级别最高的正国级的职务的名单啊 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疑问是可信的 我们再看除了常务副总理之外的三位国务院副总理 他们的级别啊是副国级 是由政治局委员来担任的 现在的三位副国级的副总理 他们分别是刘元东汪洋和马凯 其中刘元东啊 他主管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 汪洋啊是主管农业商务和旅游业 马凯呢他主管工业交通和金融业 根据星岛日报提供的这个人事方案呢 这三位国务院副总理啊 他将改由刘鹤胡春华和孙春兰担任 孙春兰将接替刘元东成为主管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的副总理 胡春华将接替汪洋成为主管农业商务旅游业的副总理 刘鹤将接替马凯成为主管工业交通金融业的副总理 在这里我们就分析一下 新岛日报提供的这个人事方案当中啊 这三个副国级的国务院副总理的名单到底是真是假 因为国务院副总理啊 你按照规矩必须是由政治局委员来担任的嘛 在现在的18个政治局委员当中 许其亮张又霞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所以他们两个人啊是不可能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 郭声坤是中央政法委书记 丁薛祥是中央办公厅主任 陈希是中央组织部部长 黄坤明是中央宣传部部长 杨小杜是国家监察部部长 他们五个人啊也是不可能在当国务院副总理的 蔡奇呢是北京市委书记 李强是上海市委书记 李鸿忠是天津市委书记 陈明尔呢是重庆市委书记 李希是广东省委书记 陈全国是新疆自治区的区委书记 所以他们六个人啊也是不可能在当国务院副总理的 那么这样去掉一个他们这些人呢 剩下的有可能当国务院副总理的也就剩下五个人了 就是杨洁篪刘鹤王晨孙春兰和胡春华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在五个人里面选三个 猜中的可能性呢还是比较大的 其中这五个人当中啊 杨洁篪他现在是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秘书长 刘鹤现在是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王晨呢现在是担任全国人大的常务副委员长 而孙孙兰和胡春华他们现在两个人什么职务都不担任 我认为啊星岛日报说胡春华将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这个呢是有些问题的 因为胡春华啊他是胡锦涛的团派当年培养的一个接班人了 现在呢他似乎不应该出来担任这么重要的一个副总理的职务 所以说呢我认为啊这三位国务院副总理啊 他将由刘鹤杨洁篪和孙春兰担任 而王晨啊他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胡春华呢就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么一个花瓶的职务 这样呢才能够符合当前的政治逻辑 在国务院系统中啊 B级别当然是总理的 第二个级别是副总理 一般呢他就是设四个副总理 在副总理之下的第三个级别呢 就是国务委员 一般啊他设五个国务委员 国务委员的地位啊 他是低于副总理 他又高于部长 当前啊就是现在的五个国务委员啊 他们是杨金 常万全 杨洁篪 郭声琨和王勇 杨金呢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他是主管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 常万全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他是主管国防工作了 杨洁篪他只是一个国务委员 他没有兼任部长 他是主管外交事务的 而外交部长呢他是王毅 郭声琨是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 他是主要是主管公安部门的 王勇呢 他也只是一个国务委员 他没有兼任部长 他是主管安全防灾工作的 那么这一次呢 换届之后的新的五个国务委员啊 其中有四个人呢 是可以基本上判定 那么还有一个人呢 是没有办法判定 那么这四个人判定的是 肖杰、魏凤和、王毅和赵克志 肖杰呢 他将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他是主管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 魏凤和将是担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他是主管国防工作 王毅啊 他是将担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他主管外交事务 赵克志呢 将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 他是主要主管公安部门了 所以说啊 新岛日报的这个国务委员的名单呢 基本上啊 还是符合当前的政治逻辑 基本上啊 还是比较可信的 总而言之 新岛日报曝光的这个中国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名单啊 基本上还是靠谱的 只是其中胡春华当副总理啊 是有些问题 胡春华应该是当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 好像是更合适 下面呢 我们就给出一个最符合当前政治逻辑的 就是新任的国家领导人的名单的一个预测 国家主席是习近平 副主席是王岐山 国务院总理是李克强 国务院副总理是韩正 刘鹤 杨洁实和孙春兰 全国人大委员长是栗赞书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王晨 全国政协主席是汪洋 全国政协副主席是胡春华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是赵乐际 国务委员是肖杰 魏凤和王毅和赵克志 请注意中国的政治逻辑 它是经常变化的 我们只能说这个名单 是最符合当前的政治逻辑 如果今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那么政治逻辑当然也就根据要发生变化了 这些就是在我们的预测之外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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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